謝謝基金會 有這些螺絲藥廠 能夠長期的做這樣子 讓人家很感動的 有這種當作癌友的活動 因為我從專科醫師訓練完 從很多八十年期 我大概就是做癌症的外出診治 我做乳癌 我做胃癌 那當中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沒有人會得到癌症的心靈契合 每一個都是非常的心驚膽跳 起碼這個是總結了我的彩色變成灰白 那在這樣的當中 經由醫師的努力 經由親友的支持 經由旁邊的所有的大大加油檔氣 他當中都發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這樣的故事經常讓 還有他們更有希望 然後努力的把自己做好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今天環政基金會用這樣的方法 把這種鏡頭給它捕捉下來 我想這些都是對以後的人 對其他的還有 都是很大的正向的鼓勵作用 所以今天我們這邊展出了很多得獎的作品 那也很謝謝希望協會 很謝謝羅斯耀坎 他們今年 再決定在我們院來做這種展出 而且是第一場 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我剛好頭髮剛長出來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我的頭髮也是 我在做完二十二次化療之後 現在才剛又長出來的頭髮 大概我半年就可以又長這樣 我第一場參加比賽是一個光頭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才剛治療完 才休息一個月 我頭髮又長一點點出來了 那個時候我就剛好又有這個攝影比賽 我就很想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奇妙 我在做那麼多次化療 這麼辛苦的過程之後 沒想到我的頭髮 居然馬上就又長出來了 對這是我的第一張光頭 對 那個時候其實我就是真的覺得說 我很想讓大家知道說 我覺得生命力真的好奇妙 我只是把化療藥停了 頭髮馬上就慢慢的又長出來了 而且我就覺得我的身體 好像慢慢的又有力氣了 治療當然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不能一直靠心情在過生活 我要靠我的心態去過生活 然後我只要讓我的信心 大於我的恐懼 其實其實這個 這裡已經我回去上班了 因為我後來在治療的時間 我是留職貼心的 我留職貼心的那段時間 我就是專心的治療 然後我每天就是把自己 在散開 阿倫 立朗 熱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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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感谢观看